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动态 自从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 拜登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有传言称他对被迫退出竞选仍感到非常愤怒 据悉他现在全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利斯 并将更多精力放在政策目标上 接下来我们来到法国 左翼领袖们正在庆祝拳击手伊曼·克里夫在奥运会上的胜利 尽管他曾因性别资格问题受到质疑 但他最终赢得了女子次中两级金牌 法国左翼将这一胜利视为对法西斯批评的一次重大反击 最后我们关注中东地区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对于加杀一所学校的袭击造成多达一百人死亡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联合国和多国政府呼吁立即停火 并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m报道桥 拜登在被迫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 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他大幅缩减了官方日程 助手们表示这是为了让卡玛拉·塔利斯获得更多关注 然而新民主党人认为拜登的退赢可能是因为感到不被需要 拜登的顾问安妮塔等等承认 拜登对南希 佩洛西 巴拉克高级民主党人对其施压感到愤怒 尽管如此 拜登仍然全力支持哈尔斯 拜登的日程主要包括电话会议和简报 少有公胎露面 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嘲笑拜登的低调 拜登团队则专注于在白宫实现更多政策目标 以巩固其政治遗产 Telegraph 道道法国左翼领导人庆祝性别身份争议中的拳击手伊曼·凯里夫的胜利 称这是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打击 这位25岁的阿尔吉利亚选手在巴黎战胜了中国的羊领 赢得了女子次中量及金牌 尽管凯里夫未通过国际拳击协会的性别资格测试 但他仍被允许参加奥运会 凯里夫的胜利引发了埃隆·马斯克·JK 罗林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的批评 但法国左翼领导人表示支持 称他战胜了法西斯批评 法国左翼联盟呼吁公民能够在任何市政经轻松更改性别 这一提议被马克龙总统称为完全荒谬 德鲁沃报道以色列军方称在加沙市的一所学校内 袭击了一个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 造成数十人死亡造成数十人死亡 联合国近东巴特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负责人拉扎里尼谴责了这次袭击 称这是加沙的另一天恐怖日 英国和土耳其也对以色列的袭击表示谴责 称这是反人类罪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尔 对学校袭击后的图片感到震惊 并表示没有理由为这些屠杀辩护 卡塔尔要求对以色列的袭击进行紧急调查 以色列国防军称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级指挥官 而哈马斯则否认学校被用于军事目的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竞选活动中面临困难后 坚持质疑卡马拉哈林斯的种族背景 他在一次筹款活动中表示 他认为自己是对的 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尽管特朗普竞选团队否认存在困境 但多个例子显示 他在最近几周遇到了不少潜在陷阱 特朗普在芝加哥与黑人记者的座谈会上 质疑哈里斯的背景 称自己知道几年前才知道他是黑人 这一言论引发了两党的愤怒 8月2日的汉普顿筹款晚宴上 特朗普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并批评哈里斯和媒体 称他在宾夕反押州的集会上 遭遇暗杀未遂后情绪低落 据报道 特朗普近几周情绪低落 私下称哈里斯为恶毒和婊子 他的竞选团队否认了这些说法 称特朗普一直在推动一个积极的国家怨气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塞拉利亚24离时兵 应参与去年未遂政变被判处长期监禁 其中一人被判120年 这些士兵在为期八个月的审判后被判有罪 涉及谋杀叛乱与敌人通讯 以及故意破坏公共或军事财产等多达88项指控 他们在去年11月的政变中 突袭了首都的军火库和监狱 释放了超过2000名囚犯 导致18名安全部队成员死亡 此次判决是在两周前 11名平民平民因参与政变被判处监禁后做出的 其中包括被指控领导袭击的阿玛杜 克伊塔马卡洛 他被判182年监禁 造材人摩灵头线到头上 沈英卡相从统马作德 佩泽神奇安重新任命 曾受联合国制裁的美国教育背景官员 沐罕默德伊斯拉米为核部门负责人 伊斯拉米曾在2008年 因参与伊朗敏感核活动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 而被联合国制裁 他在2021年首次被一顾总统伊布拉辛·莱西任命为核部门负责人 伊斯拉米拥有底特律大学和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统物工程学位 曾在伊朗军事工业工作多年 伊朗目前在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借着两座核电设施 并计划达到2万兆瓦的核电容量 尽管面临西方的制裁和指责 伊朗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的 旨在发电和治疗癌症患者 并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美联社报道 塞拉利昂的24名士兵因去年未遂政变而被判处长时间监禁 其中一名士兵被判120年监禁 经过八个月的审判 这些士兵被指控在去年11月 对总统朱利耶斯·马达比奥的未遂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数十名武装人员闯入首都的军火库和监狱 释放了超过2000名囚犯 保制18名安全部队成员死亡 被派勤的士兵中最高级别的查尔斯·詹姆斯·尼谢克·杨巴中校 被判120年渐进 他们面临88项指控 包括谋杀叛乱与敌人通信 以及故意破坏公共或军事财产等罪名 雅虎新闻报道 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在2025年获得了一名重要的角位承诺 尽管过去十年中密歇根大学的角位表现出色 但最近他们在招募顶级角位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然而这一趋势已经被打破 2025年来自德克萨斯州基尔戈尔的四星角位 杰登·桑德斯决令加入密歇根大学 杰登·桑德斯表示密歇根大学吸引他的原因 是该校在他的位置上培养球员的能力 项目的历史以及学校本身的生育 桑德斯的加入是密歇根大学在2474波船队排名中 从第15位上升到第14位超过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独立报》报道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次集会上对亲巴勒斯坦抗议者表示 现在是时候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以结束狭杀战争 与此同时 唐纳德·特朗普在蒙大拿州伯兹曼举行了一次集会 并错误地声称哈里斯不会与他辩论 随后承认他们将在九月的NBC辩论中对决 根据最新的路透社易普索明调 哈里斯在全国范围内领先特朗普五个百分点 获得42%的支持率 而特朗普则为37% 此外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这三个关键战场州的支持率 也领先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Yahoo US的最新调查显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参选彻底改变了今年的总统选举局局势 根据纽约时报西安纳最新摇摆州民调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州 领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与之前的民调形成鲜明对比 之前特朗普在这些州对哈里斯和总统乔拜登的支持率均略有领先 哈里斯的参选恢复了特朗普时代的政治动态 至少在目前他的支持率在这些关键州达到了49%以上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率略有上升 但哈里斯的势头更强劲 哈里斯被视为一种通用民主党候选人 这意味着他在选民中的接受度较高 尽管未来他会面临更多的审视和攻击 但目前他的支持率显示出选民对他的积极态度 DBC报道 巴西圣保罗州发生飞机坠毁事故 导致62人遇难 目前已找到至少21具遗体 事故发生在维涅多镇尼亚流福普桑空公司运营的 双引擎涡轮摩旋桨飞机坠毁在军邻区 但地面无人受伤 就人队通过夜间工作寻找遇难者 并通过证件和手机等物品识别身份 此次坠机是自2007年 圣保罗 康贡哈斯机场事故以来 巴西最严重的空难 尽管飞机在事故发生时状况良好 且机组成员均具备有效资格 但事故原因尚不明确 巴西总统卢拉·达歇尔瓦对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并宣布为遇难者哀悼三天 多伦多星报报道 澳大利亚的雷枪瑞丘 冈恩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破冰表演引发网络热议 尽管他在比赛中未得一分 但他的独特舞步迅速走红 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网友们纷纷将他的动作与小孩炫耀赶走黄蜂 以及指环王中甘道夫的长脊相提并论 虽然他的表演引发了不少笑声 但也有人批评其对西行文化的误解和嘲诺 无论如何刚恩的表演 为破冰项目的奥运首秀增添了不少话题和记忆点 与此同时加拿大选手菲尔金也在男子破冰比赛中表现出色 期待为加拿大带来好成绩 第四集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称 塔梅兰·埃斯克尔哈诺夫 因参与谋杀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 鲍里斯·聂姆佐夫而被判入狱14年 但他在签署加入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合同后获释 聂姆佐夫是普京总统的批评者 曾在叶利钦总统时期担任副总理 2015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枪杀 埃斯克尔哈诺夫与其他四邻罪犯一同被判刑 但他是唯一一个签署军事合同并获释的人 数万名俄罗斯囚犯自愿加入乌克兰战斗以换取宽恕 这一招募策略 最初由瓦格纳护佣军集团开创 后被俄罗斯国防部采用用于组件 说我们系不对 Telegraph报道孟加拉国总理谢赫 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面临一波有针对性的袭击 至少27个地区的房屋企业和寺庙被抢劫和摧毁 已有两名印度教徒在混乱中丧生 哈希纳的下台引发了对印度教少数群体的攻击 因为他们被广泛认为是哈希纳的支持者 新领导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呼吁保持冷静 并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学生抗议者与袭击行为保持距离 并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印度教徒的家园和寺庙 孟加拉国新领党人尤努斯在首次演讲中 呼吁停止对少数群体的袭击 并表示这些袭击可能是为了诋毁临时政府的阴谋 Yahoo US报道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Desert Diamond Inn举行的集会上 向超过15零名观众发表讲话 承诺尊重部落主权和自决权 并为每个原住民社区的未来奋斗 哈里斯特别强调了争取原住民选票的重要性 因为亚利桑那州在2020年大选中 拜登总统极以微弱优势获胜 原住民选票被认为是关键因素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在多个摇摆州举行了集会 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支持者 他的竞选伙伴沃尔兹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二人将继续在多个州进行竞选活动 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W方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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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